是,April,妳是這個Hyundai在那邊產場的showgirl 我要請問一下就是,一般我們知道這個現代在全球都賣得很好 但在國內市場似乎不是那麼理想 是不是要對這個韓系品牌的情節不是很好 那妳這麼年輕的小姐,妳認為妳們年輕族群裡面 對這種韓系品牌會有些抗拒感嗎? 我本身不會,那我相信其實Hyundai的話 還是算我們國產品牌裡面非常領導的品牌 那銷量也一直都是不錯 那我本身是不會抗拒像這樣的韓系品牌 那比如說妳手機,妳是用Apple還是用三星 還是妳周圍朋友,妳會覺得說大家在選擇品牌上面 現在已經不太會有韓系品牌了 我之前用三星用了一年多兩年 那現在是使用Apple的手機 那是跟這個品牌無關,就是習不習慣的問題而已 對對對,使用習慣上面而已 那妳現在自己有開車嗎? 我自己會開車,但是沒有自己的房車 只是我會開車 那如果說妳今天在選擇車子的話 妳的考量點會是品牌 還是說它的實用性價格,優好等等 應該會考慮實用性跟優好 那品牌不會是妳覺得很大的一個考量 稍微會有一點點,但是不會到完全 因為我沒有特別的偏好 那妳覺得如果說妳的長輩 他們是不是會對韓國的品牌的確會有一點 主觀上的不信任或不認同 不會 妳覺得不會? 我爸爸應該是給他什麼車他都可以開得很開心 那如果說妳們年輕一輩的話 但根本沒有這個問題 我本人是沒有這個問題 妳知道產品好,妳們就會認同 對啊,外型或是它的油耗等等 表現很好的話我都可以接受 那妳今天場子裡這幾台現代 妳自己最喜歡哪一台? 雙門那一台? 我自己喜歡Elantra 因為我覺得它感覺設計感比較好 外型設計 然後還有它的內裝也蠻大氣的 所以還蠻喜歡的 妳自己會覺得蠻喜歡的 嗯